你好 毕信联很高兴为您服务 桃园1999专线大爆量 电话接不完 一线人员耐心解决 电话那一端 市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电话量增加很多 但是我们的桃园人 还是会尽力的帮忙民众 本土确诊破3万例大关 打不通中央的1922 现在桃园市民专线1999也爆量 根据统计 4月接获3万多通来电 比去年每月平均2.2万通 增加近1万通 甚至创下一天进线量 多达2700通 来电数远超过现有人力 在满线状况下 单月有将近4000通漏接 我们1999总共有26个人力 它分成早班跟大夜班跟小夜班 那现在这个早上10点多时间 是我们一般的早班时间 那现在有10个人力 那其中有6个是居家 现在平均每个就是call center 大概加班是平均一个小时 一线人员日夜加班 还是挡不住民怨四起 基层承受庞大压力 就连议员也看不下去 希望市府赶快设立 增加人手也好 设立APP也好 做一个标准的模式 让人家知道 切诊以后要怎么去隔离 应该要有基本的教育训练 跟防疫政策尝试 而不是单纯扮演防疫总机 应该要让人员第一时间 能够协助民众怎么处理 及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疫情都还没走到高峰 就面临民怨大炸锅 需求难以被满足 基层人员有苦说不出 欢迎新闻陈明晏林伟 续刘佩婷 桃源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